第四季节 第四季节 师父 以前的县城还有多远 没多远了吧 师父 我现在肚子太疼了 我要上县组 快快 停车 停车 哎呦 师父 来 李师父 李师父 我没拿手指 拿你给我好吗 好嘞 快点啊 好 大力 快点 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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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发地点 在距离一县十五个位的地方 之所以怀疑到陈东 是因为受伤司机 就是延轻的出租司机 送到医院抢救之后 目前已经恢复神志 我们已经把照片 传到一县公安局帮忙指认 去这名司机奖 包他车的人正是陈东 看来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 还是相当的准确 陈东果然逃亡在 我们预先所说的那条路线上 根据时间推算 他现在还应该 没有超过魏县 王安珍 好 你分别通知魏县和一县公安局 封锁道路两头 把陈东堵在中间 我们来他个梦中捉鞭 好的 老师 你带人马上去抓陈东 是 案子到了这个时候相当不已 再坚持坚持就是胜利的时候 陈东又是本案重要的嫌疑人 所以你的行动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明白吗 是 来 易小组 出发 是 周浩 你把孙畅所有的资料 都给我整理出来 还有 你们俩接着查 把有关804这个数字的 所有信息 都整理出来给我 我 付你 就 你 你 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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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 还 你 就是 货后天到 我们也该准备走了 走 什么时候走 货到之前 那货怎么办 全部放弃 出什么事了 你要白扔这么多货 这么车走 值吗 没什么值不值的 就这么放弃言轻 你甘心吗 不关心又能怎么样 交给我 我留下来做结印 你安稳之后再要发货 可以让我来帮你安排 年轻这边的事情 那样 你就可以 接着做你为人 只是 你给我的提成 可不可以再高一点 真没想到 还有人会为了钱 甘愿冒这么大的风险 我本来是想带你一起走的 可现在你有这个想法 我满足你 那您能给我分多少 这次的货全部是你的 以后的事我们再商量 你看行吗 真是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好 那货呢 你看你 你就是心急 再等等吧 好 不急 不急 你接着看吧 我上楼了 好 好 瞧你 刚好一点又开始忙了 没事 这不是工作太多了吗 对了 不是让你不要进这个房间吗 你是不是伤口又疼了呀 来喝点水 没事 可能 有点虚 在冰床上烫的时间太长 那你多休息休息 好 那你也早点休息吧 嗯 走 好 杨所长 您好 丁志您好 怎么样 陈东的事有消息了吗 我可以确保一点 从你们电话通知开始 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在你们所说的路线上经过 我已经把我能支配的警力 全部分配出去了 在几个主要的路口进行盘查了 估计他还没有讨人 你看我们怎么配合 陈东长处把设 体力消耗一定很大 我们不能给他时间休息 好 我马上抽掉一部分人手出来 在县城里盘查 好 我们进去他 把每个人都给了 听起见 刚刚接到盛阳小组的情报 他们发货了 是刚刚吗 不 应该有几天了 但是他们发货的时候 有没有插到 是从前夕天查到 一个毒贩嘴里材出来的 那货什么时候到 应该是后天 可是浪子一直没告诉我接货的地点 孙畅一直不告诉他 我们再等等就知道了 将军 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浪子的意思是说 孙畅可能要撤回他的大背影 他很快就会知道他逃跑的路线 你是想连窝端 对 我想到时候牛爷是谁不重要 我们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那就这样 再给浪子一些时间 行动计划由你来制定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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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这里 这里和这里 所以我标注的地方都有接应我的人 好像和陈东那个不一样 那当然 他那个是逃跑的路线 我这个是回家的 回家 是啊 我每到一个带标记的地方 就会带着那里接应我的人一起撤离 就像倒退着在雪地里走 手里拿着一把扫 每退一步就会扫去一个脚印 这样毫无痕迹的 直到回到我的老家 顺阳山区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明天一早 或什么时候到 明晚到 或到哪里 我离开延青之后 会把地址发给你 你还是不信任我 与信任无关 这 就是计划 你也收拾一下吧 我走以后 这里不能住人了 警察很快会找到这儿 洗个澡早点睡 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 好 好 我先祝你 我来 好 我来 好 我来 我来 好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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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昊 我马上把孙畅的逃跑路线图给你发过去 你根据这个路线图整理出一份电子地图来 好 还没睡呢 睡不着 我也一样 来 喝一杯 坐 突然一说要走 我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 毕竟 在言轻我耗费了那么多的心血 真的要全部放弃 很不甘心 是啊 我也觉得很可惜 那有什么办法呢 自从来到言轻 我就损兵折将 还差一点连自己都搭进去 现在想不走都不行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不来了 你也别这么说 你相信我 借负的事情 我能做好 我走之后 会把发货人的联系方式都给你 这里 就交给你 好 来 人生真是难测呀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身边有陈东 朗朗 刘叶他们帮我 可没想到 跟我一起撑到最后的 竟然是你 很奇怪吗 那倒不是 我早就注意你 你是个很讲义气的人 古志明派人恐吓我 你一个人出来对付警察 陈东查内鬼 你也自己起来扛 谢谢 你也知道 我当然知道 因为我身边太需要你这样的人 只可惜 你是个警察 你叫什么名字 小姐 我问你的真实姓名 小姐 小姐 陈铁齐是怎么称呼你的 陈铁齐是怎么称呼你的 你怎么 我怎么没死是吧 你怎么能这么说 伤得怎么样 你还关心我的死活吗 看到我回来了 是不是特别失望 我真的以为你出事了 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 还在骗我 不是你让人去追杀我的吗 是陈东 嗯 是他 我知道这件事以后非常生气 想找他算账 可是他听到消息以后 就跑路了 看到你回来了 真好 真的不是你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我怎么对你呢 你心里应该最清楚 陈东 他知道我们一直有联系 所以 才去找人追杀你的 王八蛋 还好我命大 那枪只打中了我的肩膀 他以为我死了 急着去追萧青 没想到 杨王爷不收我 不过 他 最让我接受不了的 是我以为你要追杀我 别说了 上楼 我去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他怎么会在这儿 回头再跟你解释 陈队 我按照你发来的资料查看了一下 发现这条路线很熟悉 后来我经过对比才发现 这完全就是当初 李军耀和陈东签订物流合同的那条路线 这就是孙障的出道路线吗 没错 终点就是睡羊 那么这个睡羊就是他的大本营 如果我们的消息没错 孙畅不是牛野的话 那么他逃亡的目的 也就是跟着牛野去的 说好 你通知沿途各地 绝不能让孙畅跑了 好的 程队 告诉我 是陈铁骑派你来的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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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 咱俩 好 好 欢迎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应该是陈队长的声音吧 你还真是个装糊涂的高手 不过现在 你说不说都已经不重要 在我身边待了这么长时间了 也该为我做点什么了吧 陈冬还在县城呢 昨晚我们封锁了所有的交通要道 他一定跑不出去 还有一点 陈冬当初是携款钱套 这些钱是他的救命钱 他带着那么大一个箱子 更没有理由跑出我们的视线 可是如果他狗鸡跳墙不要钱了呢 这可能性很小 因为如果那样的话 他走不了多远就成乞丐了 到时候他想跑都跑不了 这样 我们分头巡折 一有陈冬的消息 就互相联系 现成不大 他跑不掉 好 杨所长 我们还需要您派一些警力 配合我们 好的 没问题 我们马上就按本人手 喂 大雷 大雷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没有什么发现 你说陈冬会不会把箱子藏在宾馆里啊 宾馆我们去过了 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啊 谁说藏在房间里呢 那藏到哪儿啊 地方哪儿都是 自己随便找个地方藏呗 那要不我们再回趟宾馆 走 来 这样 你们两个先去前面 我们回一趟宾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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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萧庆受伤 孙唱逃跑 老板 这个人后来回来过没有 没有 反正我是没看见 那我们能进去找找吗 可以 走 看来你的直觉也不准呢 我又不是福尔摩斯 陈东 站住 同志老弟 老弟 老弟 我是阿湘兰 发现成东 地点在昨天小旅馆西北方向三百米左右 别打开 快 把枪放下来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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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 说对了 是 小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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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的 都是真的吗 哪有你 哪有你这样的 我也不想啊 你上来就抱着我哭 我不配跟你一下 也不行了 你烦死人了 小蓝 小蓝 陈队 出大麻烦了 浪子受伤了 孙昌跑了 怎么会这样呢 那浪子现在怎么样 他被孙昌下了迷药 还割破了手腕 流了很多血 还好医生说 没有致命的危险 好 好 这样 你立马去医院 照看浪子 有什么情况 立即向我回报 我们无论如何 也要把孙昌抓回来 好 现在我们去哪儿 哪儿安全去哪儿 哪儿还有安全的地方 现在整个延情室 都在转我们 我已经想好了 你别管了 好 你说什么 我做什么 真没想到 现在在我身边的 竟然是你 你不希望吗 不是 只是没想到 你应该明白的 为了你 我什么都敢去做 我辛辛苦苦地陪在陈东身边 帮你监视他 还差点被他给杀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永远不会背叛你 看来 我还没那么可怜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人 会真心地对我 我一直都是真心对你的 只要你愿意 我们可以出国 没有钱 我可以去赚 只要能和你天天 平平安安地在一起 我就知足了 行了 伤得这么重 少说两句吧 好 我 你能给你 想 怎么样 还扛得住吗 没事 古志明的想法不怎么样 我挨了他两枪都没死 我现在恨的是这个萧庆 我一直把他当兄弟 没想到 他就是那个内鬼 如果不是他的话 咱们也不会输得这么惨 还有那个陈铁齐 他们两个联合起来 让我们彻底失败 你是怎么发现他是内鬼 其实 我早就知道身边有内鬼 自从我来到延庆之后 就从来没有顺利过 无论做任何事情 都会受到层层阻碍 开始只是觉得萧庆这个人很特殊 让我真正注意到他 是你和他回来找陈东之后 萧庆 你也平安得太好了太好了 那死陈东让他除掉你了 他竟然让你那么近的距离跑掉了 我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有问题 你也认识陈铁齐 我认不认识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 是牛爷 陈东的背叛 让我手里一张可以出的牌都没有 虽然冒险 我也只好留下他 做我最后的资本 等货来了 你就知道了 其实 直到那时候 我仍然不敢确定他就是警察 不过 显然他有些心急 急着让我进货 急着抓到我的把柄 他的破绽 也就越来越多了 我跟他这么久 都没有注意到他 没想到 短短几天的时间 你就发现他是内鬼了 你的心思真是细致啊 那是因为 我像是一只行走在冰面上的狐狸 既要注意脚下的冰是否会随时裂开 又要警惕身边时常会出现的天敌 仅身惯了 自然也就细致了 我现在在想 咱们怎么逃出眼睛 说一句你可能不喜欢天的话 如果能这样一直下去 逃不逃得出去 对我来说 已经无所谓了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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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的重量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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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练不断 路就回航 有你在身旁 就是继续的力量 挥手过往 感动的泪依然那么淘 白脸成岗 让我听起男人的胸膛 岁月流转 坚守不变最初的信仰 也在唱 陪我撑到天亮 乘风破浪 不想到半路就挥航 有你在身旁 就是继续的力量 挥舍过往 感动的泪依然那么淘 白脸成岗 让我听起男人的胸膛 岁月流转 坚守不变最初的信仰 也太长 陪我撑到天亮 也在唱 陪我撑到天亮 我撑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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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